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为任父母 跟着公司一起成长 王健德不只把员工当亲人 他更把主顾客当作朋友和家人 有厨艺教室还有插花瓶酒品咖啡 全台每周都有好几时场活动同步在进行 如此与消费者贴近的活动非常稀少 这样的互动非常独特 我们在Berikoff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看自己在家里用什么 什么我煮的 什么我朋友和家里煮的 我们尝试花了很多时间 找到最好的产品 自豪说我们一年举办最多的消费者活动 各种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跟客户的需求 跟客人的社交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这样我们也可以听到消费者的心声 他们想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都直接面对面的 一个锅子是我本来就有买的 然后我本来都只会做简单的料理 然后经过这一次厨师的示范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回去又会多做了好几道料理这样子 不可满意 原厂信任 面对电商兴起 百惠叶凋零 在不好的时代还是可以有好的景气 就端看你要怎么做 往返欧洲王县的最大的冲击 就是看到人家约品牌一做就是三五十年 他的心愿是把品牌好好经营 让旺代正如其名 旺过一代又一代 好 那么继续 执行长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独特的经营心法了 那么当然大家都说 这个旺代能够留住客人有一个秘密武器 那就是甜心们 听起来应该是那种青春貌美 后来我们仔细了解才发觉说 原来你们把所有的贵姐都称之为甜心 不管她的年纪 她18岁也叫甜心 她62岁可能也叫甜心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承 我们把他们服务人员叫甜心 是希望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家人 一样看待 我们在他们在专柜上面服务 其实时间满长的是很辛苦的 他们也需要鼓励 也需要多跟他们 好像家人般的亲近 所以我们都叫他们甜心 不管二十几岁或者是六十几岁 我们一丝同仁叫他们甜心 我们希望甜心们把他们的客人 都当作好朋友 所以这是我们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 只有好朋友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跟家人在一起 像他们亲近 每天上班大家都知道彼此 所以应该尽量的融入 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警长也常常去跟甜心们互动 是啊 你通常怎么跟他们互动 我会关心他们的状况 他们家住在哪里 如果我们公司有100多位甜心 我大概可以叫得出来 七成以上100位左右的名字 大概都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 都叫得出名字 叫得出名字 好厉害 然后因为我觉得好像要这样子 才有办法拉近彼此的距离 然后用真心去关心他们 这个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也希望我们的 我们的每天成交数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客人要把他们当朋友 像这样子才 我认为这个服务业才有办法 永续经营 就是你叫他甜心他很甘心的 就很甘心情愿的 帮公司来打拼 那么到底这群甜心 有多么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我听说还有贵妇在家里 必须要办家宴 要请人帮忙 但是后来甜心们去帮忙了 去帮忙煮菜 这个故事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因为我们卖了很多 譬如说压力锅 或者各种类型的锅子 客人说他们家里要派对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当然我们不能鼓励 我们的甜心这么样子做 他们有两三位到客人家 一起帮客人派对 客人家里是有点类似豪宅 欢迎他们进去 然后跟客人一起派对 然后他我们的甜心 也认识更多的客人 然后他会觉得这个品牌 这样的公司的服务是很另类的 对 他们也接受 然后这样好像 他们有时候在社交场合看到我 都还跟我多聊几句 这是我 我认为这是工作上的收获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这豪宅的客人 愿意打开他的大宅门 欢迎甜心进去帮他的忙 这一点就已经不是那种 纯粹销售上面的互动了 对不对 他可能已经包括了一个交朋友 已经是把你当做一个朋友 我请朋友来帮我一个忙 我在当主人的时候 把他打卡手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是啊 是啊 是 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甜心愿意当欧巴桑 但你在帮忙做菜什么 都当做家人一样 都不计较 对 其实也不是欧巴桑了 对不对 就像一样 我需要帮忙 我请我的姐妹们来 姐妹一掏我们来帮忙那种感觉 这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 管理的模式 对不对 对好 那么当然除了甜心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说 您有一个理念就是 客人有需要再去买 千万不要因为打折而去买 其实这一点我有很多的经验 比如说有的时候觉得 这东西打折好便宜 不买不行 然后买回去以后 他可能在橱柜里头 一待就是好几年 从来没有出来见过客 其实像指寻长 您的理念是说 像这样子的消费 您就宁可说不需要买就不要买 买了以后就要用 但是这一点其实消费者 有时候也是需要帮助的 除了刚刚您的甜心 会去帮忙煮菜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 您要教育消费者 怎么样去使用到产品 这样才有真正的意义对吗 旺泰怎么做的 我们不断的办举办各种 售后服务的一些party 小party在百货公司里面 我们办瓶酒会 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一瓶红酒 放在不同的红酒杯里面 三四种杯子 就会有三四种口感 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很神奇的 做好办体验会来尝试 所以你们的瓶酒会 目的不是卖酒 重点是在水晶杯 是这样吗 对 所以我们的水晶杯 让客人喝了以后 原来水晶杯有这样的功能 然后让客人多认识产品 然后跟它结合 因为它有这个兴趣 有这个需求 譬如说我们也卖很多的花瓶 很多人就是回家以后 不晓得怎么样插花 所以我们也办了很多花艺教学 不定期的在各大百货公司 都每一个月都有 一 二十次以上的插花 所以目前也办得很开心 因为一直都很受欢迎 一直都有家庭主户 利用下午的空档 两点到四点来学习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服务的性质 任何一个我们 我们卖水晶花瓶 我们会邀请 卖我们锅子的客人来 来小小的派对 然后他也认识很多家庭主户 变成一个社交的场合 甚至于他 我们的客人算是售后服务 他也可以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 来参加我们免费的派对 学学插花 或者是学学品酒会 我们觉得这是在百货业里面 我们要与众不同的地方 还有烹饪教室是不是 因为现在其实烹饪教室 很常见 但是旺大在做烹饪教室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有 我们除了示范一些名菜以外 我们也示范一些家常菜 我们烹饪常常还结合一些烘焙 我们是全方位都在跟家庭的生活 紧密在一起 不我们也知道旺大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如果消费者有提醒 你们会赶快处理 甚至好像有人 当然不能鼓励消费者这样做 但有人是说他真的万不得已 他真的找不到发票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是有商有量的 对 一年以后就算他已经 已经找不到发票了 可是他告诉我这个东西他不想要了 有时候家庭会为了小因素 为了买我们家东西 有点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以服务客人为原则 还是接受他的退货或者是换货 是 这样子会不会人太好了 就是以何为贵 是 是 是 所以才这样会长久的累积 大家对这个品牌的信任感 就是觉得说真的是 有服务到这些消费者 然后他也会成为回头客 是这个意思 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请教的是 警长我们知道从事金品宴 必须要常常全球跑透透 因为你必须要去吸收到 最新最快的一个资讯 才能够再引进最好的一个品牌 然后甚至你自己在经营品牌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好的观念才能够有一些触发 那么您观察重点通常会是什么 还有听说您到国外一家店 你只要待一个一两眼或者是半分钟 你马上就可以判断这家店能不能够赚到钱 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这是这个业界做久了 就会有这种嗅觉 敏感度 敏感度 然后就是说我在一家店 我只要经过个几次 不同的时段 我可以看服务人员够不够专业 有没有在打瞌睡 或者五金打财 然后我可以看收银机 有没有 我经过了那段时间有没有想起来 有陈列商品的感觉 有没有用心做 我几乎可以不用去看到他们家的报表 会计报表我就可以决定 看得出来这家店行不行 然后在引进商品的时候 在引进商品的时候 您观察的重点又会是什么 所以我会去注意那些销售人员 大部分都是怎么样介绍出去 他们家的产品的 那是哪些东西受到欢迎 那些可能是未来流行的趋势 因为消费者一些人 有些会先去开创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预先知道 所以做这个精品这一行 试调的确是很重要对不对 有的时候有一些想法 就是在试调的过程当中触发出来的 有没有比较具体成功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我本身是学行销的 所以非常注意消费者的消费特性行为 然后忽然发觉大部分的人 要买高企理正品或者是收藏品 会很偏于他的家庭 他的健康 或者他的事业 或者是他的财运 财运常常也 常常受到很好的欢迎 我在试调的时候有一个水波纹 然后我就突发奇想 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财源滚滚的感觉 我就跟捷克的工厂开始讨论 把它做成一个琥珀色 黄澄澄的 有点像聚宝盆的感觉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 财源滚滚的一个作品 后来还生产了一系列 金木水河土的五行的系列 然后那个系列在那几个年代 都一直卖得很大受欢迎 生产的速度还赶不上销售 功不应求了 真的非常厉害 好 那么其实 旺带除了卖产品之外 也很重视有一块叫做 社会公益 当然现在很多的企业 也都很注意这一块 这对于整个企业的形象 当然也是大有帮助 有关旺贷在这个 社会公益上面 好像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 一个想法跟做法 马上回来我们继续再来讨论